上一節,我本來想是十分鐘簡介的故事 但是用了一節 成了三 現在我們先講一下角色 先講一下兩兄弟 其實最初,你看那一期、兩期 你都覺得兩兄弟的風格很相似 尤其是當他們兩個,有時經常做古怪,又嘴一下,又抱一下 又在那裡跳一下Michael Jackson 我很喜歡他扮Michael Jackson的角色畫面 你看看這些畫面,看到人家扮MJ,你就覺得很喜歡 他只是喜歡那個角色 他那個應該是Billy Jeans的MV的其中一幕 那其實你是喜歡Michael Jackson 那很明顯是 但是在這些小節,你看到作者描寫 這兩兄弟真的有一種聲味,他們做的行為 或者他們有時穿衣服,是表達得到身份 所以我覺得那時候,對這種角色的描寫是挺吸引的 其實兩兄弟最初就很相似的 但是慢慢呢,讀者也有少少跟著阿尼斯的眼光 慢慢去分到這兩個人 哥哥呢,西華呢,其實是比較成熟一點的 嗯,而且真的在飾演一個哥哥的角色 而弟弟呢,西華呢,就是比較率性一點的 你可以說任性一點的 或是有些挖強 這種挖強其實也是挺可愛的 小朋友的顏色 對 但是他有時候有時是很有趣的 他兩兄弟在一起的時候 兩個都在的時候,跟分開是有點不同的 這一點呢,是由弟弟跟阿尼斯的相處就可以看到很清楚 如果三個人都在的時候 西華呢,就是弟弟就很... 就是很小的 就是完全是在一起去買蛋糕啊 又要買這個,買那個,很小朋友 但是當西華,就是哥哥不在這裡 如果只有弟弟跟阿尼斯在一起的時候 他就會變回一個,應有這個年紀的男孩子的態度 成熟一點 他又會保護他身邊的女伴 也不會在那裡的 沒有太多風格的 所以其實兩個都在某程度上是 互相飾演某一些角色 其實還有西華,他的性格是很內斂的 初途我們以為他好像沒有什麼感情啊 有點酷啊 其實他只不過是... 不懂表達自己的感情 所以反而他才是最害羞的那個人 因為我自己看西華,他某程度 除了哥哥之外 都經意兼著父親的角色 尤其是他覺得是需要... 因為他兩兄弟既然決定要脫離媽媽 自己生活的話 西華自己覺得某程度就是要 負責照顧弟弟 所以當他兩個一起的時候 就會很容易分辨到 誰是西華,誰是西法 是較成熟一點 但是西華自己是這樣 他個人發展的時候 他比較喜歡做一些小動作 帶一點輕挑 這個才是他的本性 網友李東海說 果然大哥就是公 弟弟就是瘦 有這種理由的 還有講開這件事 我都可以講一下一些BL的對白 其實 有一次應該是西華病了 西法的弟弟照顧哥哥 他兩兄弟其實每天每天都有個Kiss的習慣 即是只說嘴對嘴 後來西華病了 哥哥哥西華 西法又想照例揍他 西華說 不要啊!會傳染啊! 西法說 傳染也不要緊,傳染也能好起來 我當時覺得簡直是一對男女的對白 兩個人出場時都有點曖昧 有時哥哥會覺得弟弟很可愛 又喜歡弄弄他 有時看到他有表情又覺得弟弟很可愛 我作為讀者都覺得 除了作為亞洲人的Good Night Kiss 都覺得這對兄弟的關係很親密 而弟弟的確是鬼馬 如果用港產片或是中國的東西 我覺得弟弟的確有點像小如兒 即是很橫皮 對大哥是有種想戲弄他 古靈精怪的感覺 你童人如果讓你認了 絕對傷勢 絕對傷勢的話 好像在說什麼的感覺 這是七級片 你不要幫現在的電影賣廣告 我自己這樣看 我覺得這兩兄弟在亞尼斯未出現之前 關係一直都很封閉 他們的世界只有兩兄弟 沒有其他人 其他人好像是一個圈外的東西 走馬漢花 離開走馬漢花 他們都不覺得有什麼心痛 或者覺得很可惜 總之他們的世界就是兩兄弟 和其他人都是保持一個適當的距離 對 直到亞尼斯打進去他們的圈子裡 我記得有一道很有趣的 就是當弟弟要著草 即是去L.A.之前 遠走L.A.之前見過亞尼斯 他也有叮囑亞尼斯 如何照顧哥哥 雖然大家都覺得弟弟是經常被人照顧那個 但其實弟弟是有想過的 即是他自己不是說 本性是這麼依賴哥哥才這樣做 而是他覺得 他哥哥也是 要有人依賴他才可以 才可以生活得正常 即是他需要別人依賴 即是西華的個性 就是很大佬的 他需要去照顧人 所以 所以 弟弟臨走之前 就跟亞尼斯說 你盡量去 即是盡量去殺他 打擾他 盡量去搞住他 有什麼搞不定 就找西華去搞 即是你盡量要令西華覺得 你沒有了他 你會死的 我哥哥真的多虧你不少 大哥你走了 然後叫你女兒 沒有人叫你女兒來煩我 我明明可以去追求其他女兒 你現在找你女兒來煩我 你找你女兒來煩我 那我怎麼去第二次追求女兒 但其實 是 難怪不原諒他 但在弟弟的角度來說 其實是 在關心他哥哥 因為他怕他哥哥會亂想 就覺得 找著亞尼斯去搞住他 他就不會亂想 但很有趣 如果西華想關心哥哥 可能他留下不出走才是關心 所以我覺得 有時候 這些人物的想法 其實很有趣 在我眼中是很矛盾 譬如你 那麼疼愛哥哥 那麼關心他 你為什麼要離開呢 他離開 或者他哥哥根本不想他離開 其實這些是一些很 單方面的想法 但是反過來 其實每一個人想法的時候 都是用自己的 standing point 去想法 任何一個人都是 他以為 我以為我這樣對你是最好 誰不知原來 其實不是 但我不可能 除非你告訴我 否則我不可能知道 你不認為是這樣的 任何人都會是這樣的 所以 如果你真的疼愛一個人 或者愛一個人的話 你一定是做自己覺得 對那個人最好的事 一定是這樣的 他現在也是在做這件事 的細法 就是 我避開你 因為我知道 我做了一些對不起你的事 因為我令你沒有了一個你喜歡的人 但是我知道 我離開了你 將會失去你 可以發揮你自己最好的一面的條件 所以我就找我女兒去打擾你 找一個替代品 對 他是這樣想 我覺得解釋得到 雖然可能你不同意 但我覺得都解釋得通的 對 我們可以在這個問題 他離開的做法是否好 我們可以一會再仔細地去談 我們再說他們周圍的人 兩兄弟周圍的人 剛才也說了 其實這兩兄弟身邊 或者影響他們最深的 就是有兩個男人和兩個女人 兩個女的就是 阿尼斯 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死了的 天娜 兩個男的就是 他們分開之後 各自認識的好朋友 就是阿春和阿力山大利恩 先說了阿尼斯 我覺得他才是整本書裡面 對這兩兄弟最大最大的衝擊的人 雖然你剛才說 影響他們兩兄弟是兩男兩女 但我覺得他是 簡直就是 原罪犯 因為就是他的介入 第一個的介入 令到他們兩兄弟開始 出現一個分歧口 就是他的存在 或者他的出現 去搗毀他們平常的生活 就成為了他們兩兄弟日後的分岔路 我會覺得是這樣 這就是他們成長的契機 我覺得可以算是 當年 最初他這套很Hit的時候 有一些女的讀者 是不喜歡阿尼斯 屬於大巴大巴扯的那隻 他會覺得你 是走來破壞了他們兩兄弟的生物 對 那這些早期的 已經有一個副的思想 80年代很猛 對阿尼斯最初走出來說 我只是想單純做朋友 我記得Touch好像有些 有些不太同意 你覺得他懷著某些目的嗎 其實阿尼斯最初就說 純粹單純想跟西華做朋友 我覺得是的 是真的 但是其實 我都覺得阿尼斯 其實都會有少少 一開始都 對西華都會有少少好感 其實我覺得都有一些 愛情成份 很簡單 我覺得漫畫 其實他已經畫了一些反應給他 因為如果你是單純 只是想跟西華做朋友 為什麼阿尼斯 他會介意很多事情 譬如他一直都很希望西華西法 主動請他去西華西法家 如果西法西華沒有主動提出這個邀請 那麼阿尼斯就變了 不是很開心 其實有很多小地方是看得出 阿尼斯很介意西華西法 是不是當他們是自己人 但是他到阿尼斯跟西法 開始醞釀 互相準備在一起之前 他自己都有說過 其實他很早已經喜歡這個人 其實他靠近這個人的時候 他以為他是西華 很明顯因為他不知道他們兩兄弟 合而為一去分析合演一角 即是說其實他走過來的時候 已經可能懷著這種目的 就是縱使這種偶像是遙不可及的 但我都想去親近他 借顧他親近他 也有少少追星的 雖然他最初那個理由是說 大家的額頭都有一顆 大家都是薛家燕 所以就想互相問好 同類 但其實也有少少親近偶像 但我覺得他真的喜歡西法 我上一節也說過 其實很機緣巧合 那時候是二份一機會 他選了一根西法 他就喜歡西法 我覺得是這樣 這個我覺得 當初他對這兩兄弟懷有 只是好感 或者只是追星那種的情意 但當他真正和他們生活過 長時間了解 他就知道或者了解到 值得他喜歡的地方 以及兩兄弟之中是哪一個 前後經意是他分清楚不同意 還有他願意為西法做這麼多事情去找他 這是比較真正肯定的愛情觀 但我又想這樣看 其實阿尼斯這個人 你覺得換了第二個行不行 其實都是一個 或者換了第二個 都是比較 可能都是對他們很有熱情 甚至是一個追星的人 阿尼斯都只不過是一個很大膽 很直接介入他們兩兄弟的人 即換了第二個都一樣 可能都可以做到相同的事情 未必一定要是這個女生 我又覺得未必一定 因為阿尼斯是有她吸引的地方 就是她 譬如她北區小節 以西華和西法這兩兄弟的性格 我覺得她是會喜歡這種女生 就是不會太多扭令 即沒什麼機心 沒什麼機心 而且她很爽快 還有我覺得阿尼斯最大的吸引力 就是她很有自己的個性 雖然她自己都對西華西法很喜歡 但她不會因為這樣失去自我 譬如什麼呢 譬如西法說 你來我家吧 然後阿尼斯就說 嗯 我很忙 我沒有空想來家 即是我覺得她不會賣帳 有一段 你說到這裏 Touch你講到這裏 我就想起 有一段我很喜歡 這個怎樣說 你看得到很多東西 就是說 阿尼斯對 想西法 重視自己 那個希望 去到很高 就是說 有一天放學 阿尼斯就說 可以吃壽司 嗯 然後西法就說 那不如 例如外賣回去 打算和哥哥一起吃 然後阿尼斯說 不行 我是想在舖裡吃 我已經想了很久 一定要在舖裡吃 然後西法就說 那好吧 你這麼堅持就去 那她吃吃下的時候 阿尼斯又有點覺得 這樣好像對不起 西法 那樣 於是就打包 買多一匹 給西法吃 西法喜歡這個女生 除了你喜歡我之外 會 顧著我家人 這個可能是他們以前沒有 接觸過有這樣的女性 所以對西法來說 有新鮮感 對 還有比較獨特別 因為很多女生 我喜歡你 就要霸佔你 你應該陪我一起 脫離你家 家人 那些 那這套作品 其實很多時候是講 這些家族觀念 那種親情 所以阿尼斯 我相信是 會比較特別 就算西法 她去了LA的時候 都遇到很多不同的人 但始終她最後的心 都會記掛著阿尼斯 嗯 還有我呢 自己特別想分享 這個情節 這個情節本身 也是講到剛才的話題 就是阿尼斯 跟西法都互相有好感 很早的時候 怎樣看到呢 就是初時 最初的時候 認識的時候 有一次 西法送阿尼斯回家 阿尼斯就發現 街頭有一個女生被人欺負 然後阿尼斯想出頭 西法就阻止她 但是後來最後西法 都是救了阿尼斯離開 簡單來說 都是救了阿尼斯 然後西法說 因為都當了她是自己人 阿尼斯很開心 然後再之後 又發生了一件類似的事 就是在學校 阿尼斯見到有兩個男生打架 阿尼斯就去阻止這兩個男生打架 同樣 但是這次西法 沒有阻止阿尼斯 沒有理會 阿尼斯就很介意 為什麼呢 因為西法之前說過 如果再看到阿尼斯 阻止人打架 她就會去阻止 但是這次沒有 所以阿尼斯很介意 而西法說 為什麼不阻止阿尼斯 那個理由就是 因為這次我不是送你回家 其實我看的時候是有點亂的 我不是很明白她為什麼這樣說 但我後來我自己再想一下 就發覺原來是 阿尼斯就以為 意思就是說 為什麼第一次是 西法會救阿尼斯 就是因為她是送阿尼斯回家 她是有責任才去救她 阿尼斯這樣覺得 第二次在學校的時候 西法因為不是在送阿尼斯回家 所以就沒有救到阿尼斯 阿尼斯就很介意 很介意這件事 我看的時候 就跟著 是說阿尼斯很生氣 然後西法就很不開心 然後就跟西華在那裡聊天 我覺得那時候 我看的時候 就覺得是很特別 因為我是會想 為什麼西法是不去阻止 其實她是可以阻止 但是西法就說 她是在學校沒有阻止阿尼斯 我自己後來看一些對白 或者分析的原因 原來背後是有一個很微妙的心態 為什麼西法那時候 不阻止阿尼斯 就是因為 阿尼斯一向都覺得西法是好人 但是西法覺得自己根本不是好人 所以她不想很假地阻止她 所以她不想很虛假 有為自己本 西法認為某克是尊重阿尼斯 我覺得不是 我反而覺得 西法的想法就是很簡單 上次我送你回家 那我就有責任 這次不是 那就沒有了 就是這麼簡單 我反而覺得阿尼斯為什麼會生氣呢 她生氣是因為她不是覺得責任 她生氣是覺得 你之前救我 我就以為你已經當我是一個close的人 就是親密的人 所以你救我 如果你基於這個概念 你應該第二次我有事 你也應該要救我 但原來不是 原來她第二次沒有救我 對她來說 突然間由一個 她以為已經是西法一個親密的人 跌下來 原來你救我 是因為你正在送我回家 原來只不過是一個責任 就是說 反過來 如果你上次不是送我回家 是隨便送一個女生回家 你也一樣會這樣做 我就是覺得這個是表面意思 誤會了西法 她是因為她 她不想 騙阿尼斯 她根本覺得自己不是好人 如果她 教了她就好像假裝了好人 其實那一刻 西法自己都沒有想到 跟阿尼斯的關係 其實經過這件事之後 再加上跟西華談 她才重新想 阿尼斯對她是甚麼 再去有一個想法 令她發展下一步 會發展成情侶 這一個是有少少的轉捏點 我們再說說另外一個 說說Tina 其實Tina我都蠻喜歡 我覺得她的個性都蠻好的 這本戲中 算是一種完美女性的象徵 都蠻是 溫柔的 她也是很懂事 她不是溫柔得來 是很柔弱的女性 自己本身也是一個很堅強 和有個性的人 那 有少少覺得她死得 都蠻可惜的 因為我蠻喜歡這個角色的個性 就變成了 好像在劇情上 去到這個位置 她不死就走不了 去不了 難怪阿哥 難怪阿哥這麼不妥 我弟弟的 這女兒 在本作品裏面 都算是數一數二 就是因為你 其實這個描寫方法 是蠻出色的 因為很多故事 你看到作者 有預謀地去整寫一個角色 是純粹為了催淚 或者催谷劇情 或者是舊屎 她也是催谷劇情的 但在之前Tina的死 是沒有任何的包袋 之後的描寫 你就會有一種吸引 究竟發生了這樣的事 會對這兩兄弟造成什麼影響 我覺得作者運用得非常好 這段劇情 就是因為Tina死了 就分開了 當初沒有想到 會對他們兩兄弟造成這麼大的打擊 但如果Tina不死 故事怎麼去呢 各有各攬一見 那就不用畫下去了 當然不是 立刻把本書分拆做 他們想到 另外三位 又可以用MY轉 還有LA轉 接下來 都不用分開 那他們就可以去那邊 各自面對情敵 去發展演藝事業 不一定是因為 不一定是因為要避開他哥哥才去L.A. L.A.本身就是最好的西片的拍攝地方 對於兩兄弟分開 我們待會再仔細再說 這個女生我覺得有點可惜 但我覺得不死又不行 推不到劇情長這麼高潮 都塑造得挺理想的 她描寫Tina的對白不是很多 但我覺得憑幾句對白會令人很深刻的印象 例如有一次初次拍戲的時候Tina就遇到西華 他們互相欣賞對方的手 西華就發現Tina的手有點粗糙 Tina就說了一句對白 我的手雖然現在不漂亮 但其實她是因為幫家人做家務勞動才是比較粗糙 她說了一句對白 說這隻粗糙的手比一隻 一些東西都不做 但很完美的手更漂亮 Tina就說 但其實我始終是貪漂亮的 所以我有護甲 其實是看得出她的個性很好得來 也有些真實貪漂亮 令她的角色更加立體 她最初出場的時候也挺有趣的 她是有一點叫做執拾西華回家 因為當時西華很沮喪 好像弟弟又拍拖了 我現在做什麼 我以前一直照顧弟弟 現在弟弟又不用我照顧了 我一人一支工 做什麼好呢 現在回家 弟弟又跟阿尼斯在上面 在街上 他們在風流快活 她在街上當下當下 完全是那些 給幾十元阿哥 阿哥你先下街 打個圈先 打個圈先上來 別妨礙我們 其實是不是很想看這本書的同人本呢 所以 是這樣的情況 就是因為家裡的弟弟和阿尼斯在上面 於是阿哥就在街上當下當下當 即是很沮喪的時候 又冷又肚餓的時候 就遇到阿天娜 阿天娜就看到她的樣子 就是看到她的樣子 就看到她的樣子很沮喪 就過來 原來她的家是開食店的 就帶了她去自己家的家食店吃東西 請了她吃東西 為什麼我無法遇到的 我當時在紐約街頭流浪 沒有人理會我 有些黑鬼請你吃熱狗 抓去夏林區 我又吃熱狗阿 抓去夏林區 嘩好慘 因為這樣他們才認識 所以在西華的心目中 天娜是一個女神 在那個時刻 救了自己 於是他們才會有一個愛情的感覺 所以這個人雖然寫得很短 西華和天娜的愛情寫得很短 但都很深刻 又說一下男生 終於來到今晚的重點了 兩邊的男生 我們先說LA那邊 LA的代表是 祝夏春神 阿春 她的名字很搞笑 因為祝夏就是Takeshita 英文寫出來 就變成Takeshita 她第一次跟弟弟 跟西伯說 我現在說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給她聽 你千萬不能笑 原來就說我叫什麼名字 寫給她 西伯也是笑出來 因為阿春是一個日本的 楊光男孩 是一個留學生 因為她最初的個性 很有趣 她雖然是一個日本人 她是混血兒 但她是比一些地方 美國人 美國男孩更活躍 更活躍 更活躍 她人更肅勝 完全是西岸男孩 所以 最初她是找不到Housemate 因為那些人受不了她 過度活躍 過度活躍 對於西伯來說 好像剛剛好 我們之前也說過 西伯以前兩兄弟一起的時候 她是負責被人照顧的 但她來到阿春的家 就發覺 整間屋打完仗 外面一家小屋 為何爛了屋頂 他們當時萬聖節開完P 就弄爛了 開P打爆屋頂 是玩得很厲害 搞得很暖 整間房板 拆天 雖然西伯以前是被人照顧的 但其實她的家庭很整齊 他們的生活不是這樣 對於西伯來說 不行 我真的受不了你 於是她受不了你 於是她受不了你 於是就幫她撿屋 好像是好人 於是就去照顧阿春 關係和她的角色都不同了 以前是被人照顧的 現在就是她去照顧阿春 遇到這些屋頂 我真的覺得 遇到這些屋頂 因為阿春是一個很率性的人 西伯當時就說 原來她是沒有游過水的 她這麼大個兒子沒有游過水 也很少運動 從來沒有打過膠 因為她是演員 打膠如果傷到那個樣子 就很大件事 阿春就說 我看過你們小時候 做同星時代的電視劇 他們那套電視劇 就說她們兩兄弟 是很活躍的男生 然後就在後院 就建了一間樹屋 就住 他說很喜歡這套劇 阿春說 阿春就說 他連喜歡到 在自己家後院 就建了一間一模一樣的樹屋 來玩 但是西伯就說了一句 很潑爛手 很無癮的東西 他說 你又多好 我們那間屋 其實只是報警 是在片旁裡的報警版 你又可以玩又多好 阿春就覺得 你這個男生 你怎麼長大的 完全不是正常的美國男生 於是帶他去 認識了很多朋友 又帶他去 走那些海灘 說要游泳 然後西伯就說 沒有泳衣 沒有泳衣 就拿泳衣 於是兩人就這樣 脫了衣服 就走了來海游泳 總之是 經歷了很多 西伯以前是沒有遇過的事情 完全可以把那時候沮喪的西伯 帶出了那個傷感之中 是否因為他拿泳衣的時候 看到有些東西 可以讓自己抬起頭 是呀 看見人家是白沙 一點都不用沮喪 是這樣的 美國人和日本人的尺寸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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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理由 我終於都不用沮喪 但原來呢 阿春 他也不是完全開朗的人 其實他自己也有點遺憾 很遺憾 他本身是網球打得很出色的 亦都想過做職業的網球手 網球王子 是網球王子 但可能不夠英俊 輸了給以前龍馬的老爸 是呀 還有他也是有哮喘的毛病 所以不能打得很久 在網球來說 持久力是很重要 很多東西都是這樣的 對呀 於是就沒有辦法達成理想 西法知道這件事之後 就覺得更加 close 和阿春的關係 因為他覺得 他一直以為阿春是無憂無慮 就是喜歡玩什麼就玩什麼 但原來其實不是呀 他也有事煩 但他也可以這樣 自己其實也可以學習 變成是一個好像互生勉勵的對象 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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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有趣的 他們那段故事 真的很有L.A. 還有阿春的家人 也非常爆發的 做的行為 是啊 對 他們為什麼為之很L.A. 很陽光 很活躍 很活躍 所以這裏看得出 作者其實在描寫 美國不同的鄉鎮地區 是有一手的力量 加州是比較暖一些的 人就會比較活躍 歐高榮一些 在N.Y. 因為他比較北一些 雖然他很匆忙 很大都市 但他也有一種比較冷冰的感覺 正如好像西華 還是西法說過 我很喜歡N.Y. 就是因為有人死在街上 被人摸人理 N.Y. exactly 是這樣的 那些人躺在街上 那些黑衣 就算是新光頸頸也好 那些人走過是不會理他 可能會扔一元兩元 但是那些人是不會理他 這就是東西岸那種分別 然後就說另一個 我最初不太喜歡 覺得有點突厚 但是之後就挺喜歡的一個角色 就是阿歷山大尼恩 就是在N.Y.那邊 就是當他們兩兄弟分開了之後 哥哥結識到的人 剛才也提過 他就是做model的時候認識 以及很崇拜西華 但是我就覺得很奇怪 你又不是吸過毒 那別人解讀毒關你什麼事 你為什麼要這麼崇拜他 為什麼你要這麼崇拜他 我又不太明白 因為很多 他們其實都是屬於出身比較草根 貧民區 他們身邊太多這些悲劇的故事 因為吸毒或者賭博 而隱生的家庭悲劇 其實阿歷山大身邊很多朋友 都是這類型事件的受害者 所以他對於這些 為什麼西華西法會在那條街 是名人 除了他們因為明星的身份 他們的經歷 能夠振作那種故事精神 是阿歷山大崇拜的 是這類型的 還有阿歷山大的外表是有些有趣的 他雖然長得高 但是很像女生 長頭髮很像女生 他是有希臘血統 青頂白正 很可愛 但是他對自己的樣子 是覺得自卑 因為他認為 不行了 太像女生 他想要自己 男性一點 男性一點 於是他就跑去學 跆拳道 不是 是兇手道和柔道 對 他學了兇手道和柔道 亦都是要操得自己很健身 然後一被人說是像女生 就會打人 就會打人 但是最初他對西華那種 就好像很上下的關係 即是你是大哥 我是你的男生 有什麼事大哥大哥 這樣叫的 但是慢慢 就開始比較平等少少 大家的關係 但是西華也是刻意想這樣做 因為他覺得 無緣無故 你崇拜我什麼 又不是我介賭毒 我弟弟介賭毒 我又告訴你 你不是不知道 你真的假裝把這件事 誤入句數 是你介賭的 他用了另一件事 他就說 那時候我見你在街上 他抱了一隻樓腩貓回去 那個是西華 就是哥哥 那個不是你 他說是 還有西華也有寫文章 在報紙上寫文章 那阿力山大就問 那些文章 是不是你寫的 他說 我很喜歡看你寫的東西 總之 總之 這個人也是他的偶像 我想我知道 為什麼阿力山大 是這麼特別 他第一天 看到西華的時候 就說 你是很偶像 很崇拜 但即日 突然打他一拳 是因為西華說 我不是那麼值得你崇拜 然後 說了一些很潑冷水的說話 然後阿力山大就覺得 我偶像在我面前破壞我偶像的形象 神經病 我覺得很搞笑 然後第一天認識 就已經動手 在那邊打 從這個人看得到 阿力山大真是直摔到不得了 是超直摔的 這個人 是很有趣的 網友Fydogan就說 鬼咩那麼長的髮 在街邊經常被人撩 剪了他的髮 長毛的長頭髮 不過他在街邊經常被人撩 我沒有長毛頭髮那麼長 你有沒有被人撩 今天才被三個警察撩 鬥了一鑊 阿力山大的出現 其實有些位置是很微妙的 當阿力山大漸漸和西華 和阿哥開始好朋友 開始好朋友 兩個人 做很多合作 因為兩個人都是做模特兒 然後阿力山大就開始 覺得疏遠了 好像這個圈子不是自己 被人撩出局 被人撩出局 因為阿力山大並不是她的朋友 應該是一個外人 對她來說 有點躁意 有一幕說他們也是在西華家 以前兩兄弟和阿力山一起吃飯 坐在四方桌 然後弟弟走了 然後阿力山大又來了 阿力山大西華和阿力斯一起吃飯 阿力斯坐不久 然後就離開 然後就說 為什麼她這麼不爽呢 就是因為 阿力山大坐了西法的位 所以她覺得 已經不是那回事 已經不是以前 而西華也刻意去疏遠阿力斯 因為西華覺得 一看到阿力斯就令我想起弟弟 不知如何去面對那種感情 於是就有點疏遠了 變成了局面 就好像 西華跟阿力山大很朋友 阿力斯一個人不知道做什麼 真的好慘 阿力斯 阿力斯 被兩個兄弟飛 女主角竟然被兩個B.L事件 對 弟弟又不要她 阿哥又不要她 她做了什麼錯事 你說B.L多害人不遲 對 所以這一段是有點有趣的 但是慢慢呢 阿力斯的親和力也很強 阿力山大也是一個很直率的人 於是阿力斯很快就跟阿力山大朋友回來 於是就覺得 兩個人經常夾手 怎樣令到這兩兄弟好回來 但其中一個方法是挺有趣的 就說阿力斯上到西華家 只有西華一個人 然後我也很突然 突然之間 阿力斯先說一句 我還是處女 她是處女座 她是處女座 她說我是處女 然後我也不明白 為何突然說自己是處女 你跟她說過你說過貴事 然後阿力斯說 這是衝擊療法 你想想想是一條絕招 因為她跟阿哥說我還是處女 然後就說 我已經想定了 我第一次就會給你弟弟了 但是 那關我什麼事 但是她現在又不知道她在哪裡 你又不肯見她 你又不原諒她 她又不肯回來 那我就是一輩子老處 那不行 那不如你要了我 現在就脫衣服 完全不肯回來 太過分了 這些女人 我很想見 真的很衝擊 因為西華的個性 她一定不會這樣做 但是她也會覺得 這件事真的很重要 要去解決 要去面對 所以也是一個衝擊療法 其實阿力斯這招很絕 她是想逼西華找回西法 否則我遲早被阿力斯教 就是說你快點找回你弟弟 否則我 我就出來 阿哥的清白資深就沒有了 但是我有點好奇 如果萬一真的失了預算 西華真的OK 那怎麼辦 那就是OK 那沒事的 也不是太差的責責 我發覺 那女兒已經跟了阿哥 是啊 都不是壞事 阿哥都英俊 但其實有點奇怪 其實這是阿力斯報的局 她明知道西華都不會要的 那為什麼阿力斯又好像假裝到 很傷心地說了對不起 然後走了 那她究竟這樣的反戲 都是一場戲 還是很內疚自己這樣做 其實我當初看的時候 我覺得是阿力斯去到 有一種自暴自棄 因為不知道怎樣 搞好她兩兄弟的關係 即是你要了就算了 不要又 哎 可能她灰到 如果我這一招東西 如果我都不回你兩兄弟的話 我真的走上哈林區算了 有得一些 上面那些 那些 貧民波 奪去我的柱子之身 踩多兩次單車就可以了 但是我不管 阿力斯是否真的這麼好戲 連最後那些眼淚都是計算過 但起碼她做了這件事 令到西華 都重新去喝 真的開始害怕了 對 其實都蓋成了 蓋瘦啊 蓋成了西華 弟弟你混了什麼女兒啊 對她媽媽的想法 因為他們兩兄弟是不原諒她媽媽很多年 但是兩兄弟這樣分開之後 大家再重新想回家庭的關係 或者對於寬恕 成熟了 對 成熟了 好 下集再見 休息一會 好 謝謝